欢迎锁定中时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 高雄有骑士指控 他怀疑自己是遭到碰瓷 因为他骑车到山路时 前方的轿车不但开得超慢 而且突然一下紧急刹车 那么骑士闪开之后 一路往前 这女驾驶还自己追上来拦车 控诉说自己被机车给撞上 骑士火大怒吼说要报警 而对方自己默默离开 这名骑士越想越觉得奇怪 他也怀疑难道是想制造假车祸吗 山区道路弯曲前方轿车超慢速拐弯 明明正前方根本没有车 却突然踩刹车 后方机车立刻按两下喇叭警示 一个move闪过去 但开到大马路上轿车居然从后方 一路追上来 女驾驶当街缆车 你是怎么刚刚开我的车 我怎么给你开到呢 你怎么给你开到呢 我怎么给你开到呢 被指控擦撞肇事逃逸 骑士一秒被热毛跟女驾驶大吵 骑士纠纷发生在高雄大树区 骑士正准备叫警察 女驾驶下车后 看下车似乎没损伤 没说话就把车开走离开 骑士碰文质疑 这是要制造假车货吗 开超慢速又急杀 汽车指控机车碰瓷很少见 担心遇到假车货 可以打电话报警别私料 好险骑士有装新车记录器 否则跳到黄河都洗不清 记得宋美城王书宏高雄报道 台南市政府竟然被砸 一名男子下午前往市府 拿出了狼头就连砸了六扇玻璃门 被捕时还大吼大叫 市政府的门口六片大门玻璃 被敲到全岁还裂成了蜘蛛网状 嫌犯是一名四十三岁的男性 他砸完市府之后落网 大喊选举不公 还说人民生活困苦 不过经查他有毒品前科 犯实疑似是精神亢奋 幸好没人受伤 泛动机还有待厘清 新北市新庄一间机车行的业者 昨天晚间拿了大捆的废弃轮胎 想要送上回收车 清洁人员认为超量拒收 没有想到爆发了激烈的口角冲突 他说这是谁规定的 然后就失控拿轮胎去砸清洁人员 遭到了炮轰 他发觉失胎严重之后 五度鞠躬抱歉 但是一句不知道轮胎是属于事业废弃物 也被人士质疑说谎 手里拿着三捆轮胎交给清洁人员回收 却被对方拒绝 男子怒气冲冲 坐视攻击 每次都不玩 每次都两捆 我们这条街有多少个 你不要这样东西啊 原来对方一口气要回收好几捆轮胎 但车上空间有限根本放不下 清洁员高分被回应 男子失控拿起轮胎就往他身上砸 冲突发生在上个月28号下午6点 新北新庄中港路 机车行老板硬要把大捆废弃轮胎塞上车 还回向每次都丢不完 拿轮胎恶度狠杂清洁员 失控行机 印发舆论踏罚 我要先跟谎话人员说声对不起 我个人确实知识上非常的不清楚 轮胎是属于事业的废弃物 现在已经知道 五度举功道歉 但这番言论再度引发网友炮轰 开车行最好不知道 轮胎是不是事业废弃物 百民不想花钱请人处理 我看这店可以关一关了 多少个 环保局给民众方便 回收少量家用废弃物 却被老板硬塞标慢还砸轮胎 原来中怒 虽然拍片道歉 还是止不住外界怒火 记者黄天耀陆雨昕 想不到 高雄有摩托车骑士 突然一下轨切左转钻出车阵 结果被车子给撞上 人飞越车顶重摔落地 全程遭到目击 目击者吓到惊声尖叫 另外在云林则旧驾驶 追踪了前方停等红灯的车辆 车头是几乎全毁凹陷 冒出了阵阵白烟 有三人送医 肇事驾驶到案之后 声称自己头昏头晕 才会意外酿活 摩托车钻出车阵 下一秒 左边执行车 闪避不及将人撞飞 骑士被撞 整个人飞越车顶又重重摔下 趴在地上人一动也不动 车祸地点就在高雄自由三路上 摩托车骑士轨切左转 钻出车阵被撞飞 幸好送医没有生命危险 而惊悚画面还有这一起国道车祸 连接车从中线切到外线 撞上外侧小轿车 瞬间擦撞出一团火球 冒出了阵阵白烟 小轿车巨大撞击力道 甚至车头180度大翻转 撞上内侧护栏才终于停下 另外云林斗六则有黑色轿车 猛力撞上前方停等红灯的自小客 引擎盖凹陷 车头全毁冒出了阵阵白烟 实在倒霉 乖乖停等红灯 却被后车追撞 造势驾驶声称 开车开到头晕 酿成追撞 两车驾驶及乘客多处挫伤 一阵惊魂 解中部综合报道 有网友发文抒发失落的心情 他在台中七期的行销公司上班 老板说要在中式餐厅来举办春酒 结果说是中式餐厅 最后答案揭晓 竟然是去吃八方云集 每个人预算两百五十元 他只好抱吃二十颗最贵的鲜虾水饺 网友笑翻天直说 锅贴配酸辣汤 这样的春酒是羞辱人吗 也有人说今年吃八方云集 那明年是不是吃四海游龙呢 想象中的公司春酒 长这样 风盛桌菜外加抽奖 但网友说 现实中的公司春酒竟然是 青天霹雳 原来春酒场地 在锅贴店八方云集 有网友po文分享 他的公司是台中七期 一间行销公司 年初老板透露 春酒将选在中式餐厅 没想到竟然是八方云集 而且一人预算两百五 只好怒吃单价最高 一颗十元的鲜虾水饺二十颗 是在羞辱人吗 不可能吧 真的 他是旗舰店还是什么吗 网友笑道喷泪 锅贴搭配酸辣汤 恭喜实现一日锅贴自由 今年吃八方云集 明年吃四海游龙 按照这个逻辑 美式餐厅可以选麦当劳 日式料理及野家法式乌菜单料理 就是家乐福美食街 也有人说至少还有春酒吃 而不是阳春面 期待越高 失落越高 只能告诉自己 有总比没有好 记者韩志欣 我彭新台中报道 赤资十二亿整建的新竹棒球场 爆出的多项缺失还在封场整建 不料又被发现球场的草皮 竟然长出了香菇 怀疑是因为土壤长期排水不佳 外野的草皮积水太高 才会长香菇 更扯的是媒体提报 原本有编列将近四千多万的排水工程 竟然全都被删光光 显示着球场整建从施工到监工 恐怕都有问题 二二八连假台南的游客 人山人海 但也出现了乱象 在新华有一间鲜鱼汤店 被客人狂刷 一心负贫 说老板没有人情味 态度很差 点得比较少就骂客人 但是业者忍不下去 留言反击 说他们是八个人 站了两个桌子 最后却只点了一碗 失目渔州 台南失目渔州 大块鱼肉撂好大碗 二二八连假 却有客人狂流一心负贫 结果惨遭老板打脸 游客给了一心 说老板态度差得可以 老板也不客气 反击说内用只有五桌 八个人点一碗 一百三十元的失目渔州 一群人占两桌 合理吗 游客一心公事 是说给店家一颗心算高的 一群家人一起吃点比较少 北马占位置 要不要直接关店 加码回应 直接颠覆我三关 就因为我们点比较少 老板直接说 你们也没再尊重店家 这群游客在连假到台南新化这间老店 点了失目渔州 但老店只摆得下五桌 这家八个人 占两桌不打紧 只叫一碗失目渔州 引起网友评论还给老板五颗心帮补写 恰明台南不欢迎这种人 低消就是为这种人而设置的 你以为失目渔州是海之兵大碗工吗 是把失目渔州当成火锅再吃 八个人点一碗粥 然后占两张桌子 有困难要说啊 而把廉价台南游客挤爆 却也出现游客乱象 让小吃业者好无奈 记得了关张台南报道 高雄有一间医市专科学校 家长爆料说学校的校车疑似超载 导致一早有五个学生没有座位 要站在走道上 甚至是还要塞到行李夹层 照片当中可以看到 整辆校车被塞得满满满 完全没座位 有好几个学生站在走道上 要一路就站到学校去 更扯的是有学生连站都没位置 只能够被塞到行李箱的夹层 在黑漆漆的空间里 坐在地板上 到学校的路途有二十几公里 让家长控诉 这实在是有够离谱 228连续假期 有民众到墾丁大街的 知名烧烤店去用餐 他点了活体面包蟹 活虾大干贝等等 总共有七道菜加啤酒 花了三千六百二十块 但是嗜好却po文抱怨 价钱太贵 在网路上却立刻被打脸 网友点出了关键说 因为面包蟹本来就不便宜 业者也喊怨说 当天客人完全没有反映 价钱问题 而且菜单通通都有标价 肯定大街知名热炒店 大干贝神语片串 两盘炒虾每盘大约十只 烤牛奶杯再加上两盘的面包蟹 一整桌圣毛海鲜分量十足 有民众228连假来吃烧烤 事后po文抱怨 总共吃八样菜花三千六百二十元 说这是肯定 贵还是便宜呢 我搞不清楚了 但也立刻引来网友质疑 面包蟹本来就不便宜 难道菜单没写价格吗 点餐不问价钱吗 有的网友觉得价钱一般般 你看看 这个吃的大家都写得清晰 就是你要吃你就看 要吃你就吃不吃就算了 售熟菜单老板纷纷不平 明明都有标价钱 炙烧大干贝三百六 盐烤虾柠檬虾四百五十元 烤牛奶杯三百元 高丽菜一百五 还有两瓶啤酒 价钱都很正常 生鮮水高粒有地王蟹面包蟹 客人点了一碎面包蟹 一台金一千两百元 活地秤重一公斤多 就要一千七百五十元 那一半就是这种尺寸的 这公斤我 以前我做两次 我还没额外给你收费 两次的费用 等下到生食节 老板语气无奈 肯定因往平传高价坑克 这回价钱标清楚 客人当下没反应 事后破文倒打一把 让业者有苦难言 记得当初王书宏评读报道 不管是升学还是国考 不少人相信五百五宝比 有非常多庙宇的台南就推出了 叫做最强考运团 专人负责导览一公里之内 拜完五间庙 全部都是供奉文昌军 奎心爷 不管是学业还是求职面试 据说能够带来好运 奥称是全台唯一指定最有效率 CP值最高的考运团 手握猪笔和木斗脚踩凹头 这是奎心爷 民众求职面试靠国考 或是学生祈求金榜提名 台南推出超奇葩观光拜拜团 Q版导览地图一目了然 超强考运团依序参观 4.5庙有五文昌帝君 这坎楼的文昌阁 大师殿都有奎心爷 县城皇庙供奉主考官24司 33国王庙则是韩裕和文昌帝君 一公里内就能够全部拜完五千庙 民众参加超强考运团 还送文昌帝 11号开团 总共10T次200人参加 专人导览学业就业执场面试 一次全拜好 号称最有效率 全台CP值最高 考试这东西还是要考自己 因为是我去考 又不是神明帮我考 全台史上最强考运团 走短短一公里 一口气拜完五千庙 加持考运和应征工作 是不是真的很有效 只能民众自己来体验看看 既然观众王书宏台南报道 这样的高梨菜您见过吗 有日本的家事达人 竟然在高梨菜的菜心上面 插了三根牙签 据说这样做可以延长保鲜 长达一个月 还有网友买到像这样的一颗高梨菜 看起来好像内部长得非常的空虚 狂问说像这样的菜可以吃吗 没有想到答案是出乎意料之外 大火快炒高梨菜香脆入味又可口 一般叶菜一个礼拜就枯黄 但家事达人发现 如果在高梨菜的菜心上面插三到四根牙签 竟然能保持长达一个月的清脆口感 整颗高梨菜吃不完 专家说千万别切两半冰起来 高梨菜该怎么挑 有网友到武林赏英 顺道买了一颗高山的高梨菜 一切开吓一跳 内部竟然超级空虚 像颗畸形的高梨菜 网友笑翻案说 这是未装成空心菜的高梨菜吧 这菜真的能吃吗 没有长大 可是假如说照这样生长的方式来讲 它其实长得很疏松 它反而长大以后 它的叶片会长得很好 高梨菜是漂亮的高梨菜 只是我觉得它买得太早 想要挑选鲜甜的高梨菜 专家说要选外表翠绿 底部白皙的重量轻一点 内部叶片蓬松 还要避开淤青水伤 内叶破损的状态 甚至不用高油高温炒 用中小火加两池水 盖锅盖焖煮 正能炒出鲜甜翠绿 健康又不上火的高梨菜 这位黄明俊丁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 有不少家长带孩子去公园 会抱着小孩一起玩溜滑梯 但这样的行为却可能会导致孩子受伤 有医师在脸书就分享了一张照片 外国妈妈单手抱着孩子溜溜滑梯 小孩的右脚的脚踝当场反转骨折 这惊悚的定格一瞬间 让不少人看到全都被吓坏 亲子公园玩耍 最常见爸妈抱小孩一起玩溜滑梯 但危险经常在这个过程中发生 曾经一位妈妈抱着小女孩 从长梯上溜下来 突然间小孩右脚腾空往外甩 踢向实踢扶手 当场受伤嚎啕大哭 另一个公园现场 照片来看定格瞬间更惊人 一名外国妈妈单手抱着小女童溜滑梯 妈妈笑得灿烂 女童却表情惊恐 她头发飞起来的瞬间 右脚也是往外甩 撞到梯面 脚踝当场翻转骨折 吓坏了 这样会受伤喔 不晓得 通常是小朋友可能三岁以下 比较不会溜 然后就抱着他们溜 再换个场景 爸爸抱小孩溜滑梯 瞬间也被捕捉到 小孩右脚同样是飞起来 医师千叮零万胶带 这样玩真的不行 很可能折断脚踝小腿骨折 原因就在滑梯宽度 一定设计小朋友的关度 抱着他的时候 如果你方向没有控制 使用力不当 就有可能会造成意外 医师建议最好是六岁以上 孩童在玩溜滑梯 因为年纪大一点 较能控制身体 若是小小孩让家长抱着玩 溜下来即便只有 短短一两秒时间 也可能骨折 家长原本是为了保护小孩 却意外让孩子受伤 实在始料未及 许多人也惊讶 原来这动作是超NG的行为 记者 刘云斌 王世函 台中采访报导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